宽敞的是线道 车辆呼啸而过 一旁还是上缆的太平洋 这里是台东南回公路 泰玛里乡其中的路段 短短六公里 就有五只测速照相感 有民众表示实在太夸张 好像是在跟人民抢钱 对此警方回应由于这段路相当笔直 又是下坡地形 驾驶容易超速 除车祸 装设车速感是处于上亿 目的是希望达到警示的效果 警方也提到这五个地点 都是依照市路段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规定设置测速照相感 不过不会五只测速照 同时开启会逐月分析 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做调整 为了避免荷包失血 还是呼吁驾驶遵守测速 及交通规则 原是新闻误局台东泰玛里 在网报导